我们看起来觉得是很糟糕的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应该来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天父已经在为你预备一个美好的意义 他已经在计划 他已经在想 他已经运筹帷幄了 因为他叫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要得意义 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 神就让我们知道说 今年新的一年 我们仍然要定义的寻求神 不过有一个寻求的方向 就是祂是我们良善的天父 跟我念一次 你有一位良善的天父 来 来帮我跟左右两边讲一次这句话 好 前后也讲一下 前后 因为这是今年的主题 所以我想今天 就是这一整年的开始 你们也是所有全教会 第一场听到的这一篇信息 我祷告主 这个信息可以打开我们新的一年 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真知道它 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祂不只是又真又活 不只是创造的神 祂也不只是一个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人类生命的救主 祂也是一位良善的天父 祂的属性里面 有一个其中一个非常 我们需要认识的属性 就是祂的信实 祂的良善 所以今天我想要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跟大家一起来 从起初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 我们回到创世纪 从一开始 我们就来看 这位我们所信的神 这位我们所敬拜的对象 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祂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意 来创造这个天地的 并且祂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类的时候 祂在想什么 祂到底在规划什么 我们一定要回到最起初 我们才会知道 到底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PVT 这个Alan也做得非常的厉害 祂把创造的这个每一天 都给大家看一个全屏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一天一天来 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 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个时候的样子 地势空虚 混沌 约灭 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是一个完全未知的 完全黑暗的 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的 这边说到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就是讲到一个光景 就是什么都没有 也很未知的一个光景当中 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 神开始说话 神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祂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给分开了 这个第一天的创造 就把光跟暗分开来 白天 晝叫做光 称为晝 然后黑暗 称为夜 所以第一日叫做 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所以你看 神当初在看待这个整个世界 是一个空虚混沌 而且冤灭黑暗 一个未知的大地 一个黑暗的大地的时候 祂开始说了话 你有注意到吗 这个开始 这每一节 我请大家跟着我的脉络 这样进入到这个今年的开始 你会慢慢地体会 到底牧师今天要讲什么 当这个未知的世界 黑暗笼罩的世界 神一说话 光就进来 祂把光跟暗分开来 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这是祂的第一日 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 不管我们面对到 什么样未知的一年 请不要忘记 上帝的话 上帝说的话 一定会带下 你生命的光明 有没有 这是第一日 接下来我们看 神就说了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和下 祂就造出了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 祂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约灭黑暗干旱的大地 开始有了水 而且这个水有三态 这是我们学生的时候 在学的 所以他把空气跟水分开了 开始有水 有天 不只是光 不只是暗 这是第二日 因此当我们面对到未知的 未来的时候 神对我们说的第二句话 会从干旱里面 滋润我们生命 阿贝马 你不要忘记 你生命当中最干旱 最缺乏的时候 请你不要跑错方向 请你不要跑去找人的资源 找朋友 找夜店 找狂欢 圣经的话 从创世开始 你要跑向上帝的话语 因为他的话语会滋润你的生命 再来 神就开始说了 第三日 地要开始生出青草 和结种子的菜书 并且要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要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就开始生出了青草 结果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这是好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天他都说 神看这是好的 而且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三日 第三日 就是所有的植物 所开始的日子 所以当他一说话 大地就重生 所有的东西就开始生长 然后呢 不只有青菜 不只有菜书 这些菜书的上面 还结果子 还有核 还有生生不息的生命 这是第三日 第四日你看 神说 那天上呢 天上要开始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 年岁 并且他们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整个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的大光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造了重星 就把这些光排列在天空上 普照的地上 管理昼夜 分别明暗 神 注意哦 神又看 这是好的 所以这是第四日 你有发现吗 每一天 当神 说出来要有什么 就有了什么 并且他计划好了 事就这样成了 而且造完了之后 他会说 这一切都是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为你预备的都是好的 而且这时候 人还没有出来 你有发现什么吗 就是上帝一定 比你先到了那个地方 为你预备好一切 你才会出来 Amen 来我们来看 再来 神接下来说 水要多多的滋生 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 飞在地面以上 天空之上 神就造了大鱼 和水中所滋生的 所有生命的动物 你看大鱼 天空的飞鸟 就这样的出生 第五日 不只造了这些 还有什么呢 你看 神说 地要生出活物来 各种其类 牲畜 昆虫 野兽 也要各种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就造出野兽 各种其类 牲畜 也各种其类 地上的昆虫 这一切东西 都各种其类 神看 这是好的 Amen 这是第五日 神把所有的东西 都预备好了 我相信 那一天 他心里就是想着 接下来 我所爱的人 要出现之前 我一定要把 飞利 和牛 叮咕 是不是这样 他所有能够吃的东西 预备好 因为我所爱的 要出来了 Amen 神在我们 还没到之前 神在我们 还没度过 2020之前 这位良善的天父 为我们 预备了一切 所以当这个 第五日 所有的东西 都好了之后 看到没有 26节 神就说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照人 他出来之后 他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照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照男 照女 他就赐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全地 这些人呢 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神 最宝贵的创造 而且他是照着 他的形象 照你的 帮我看着旁边的人 看着他 眼睛对眼睛说 你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的 来 跟他讲 来 要有一种爱上他的表情 说 你的形象是最完美的创造 来 你的形象 阿们吗 而且神看这一切 都什么 甚好 神看一切 都甚好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 我们也知道 那第七日是什么呢 就是安息日 而且他预备了这一切 就是想要和你和我 一重享受 他所创造的美好 我这个主题的里面 会有一次跟大家提到安息日 你知道安息日是上帝为你跟我 这个良善的天赋 为你跟我设计最宝贵的计划 让他创造完这一切 当我们享受的时候 那一日是安息的日子 当我们在安息的时候 是神最满足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吗 人类的眼睛一睁开的第一日 其实是安息日 就是与他一重 享受他创造一切的美好 你有想过吗 这是你良善的天赋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大声一点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我要告诉你 这位良善的天赋 从伊甸园开始 他的心就在想着 怎么为我的孩子 为我的儿女 预备最好的地步 一路到了新约 耶稣也说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预备好了之后 我会再来接你 这叫做他的二次再来 他说我预备好地方 再来接你 你有没有想过 从创世一直到终结 神所有的心 都围绕在你的身上 他一心一意就是想着 我的孩子 我的百姓 我的儿女 有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我要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地方 要他可以生活 他可以成长 他可以在那边经历一切 我所计划好的 一切美善的事 这就是我们良善的天父心中所想的 今天在这个整个一年的开始 我要让你知道 这位良善的天父 他念之在之心灵 他所有心里在想的三件事情 到底是哪三件事情 这位良善的天父 这位良善的天父 他所有的思想 所有他每时每刻 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没有想过别的 他就是在想这三件 请你写下来 第一个就是 他要为我们预备最好的 这位良善的天父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想 就想着这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要为你跟我预备最好的 阿妹吗 好小声喔 阿妹吗 跟你旁边念这一句话 神要为我们预备最好的 你看29节到31节 神说看来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 全要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树 和空中的飞鸟兵 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将青草吃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这一切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 这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创造 所有这些心体 这个夜啊 昼夜的这些心体 全部所形成的这些水啊空气啊 所有大地所造成的这些光合作用 就是为了这些青菜菜树所预备的 而这些菜树是为这些动物所预备的 这一切的一切是为你所预备的 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回想到13年前 妞妞要出生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要把她接回家之前 在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结婚 没有什么优渥的条件 我们在永吉路的三十项 租了一间人家的顶楼家盖 也就是那种夏天在里面 就是会热死的那种 顶楼家盖 铁皮的 那很小的一个房子 那但是呢 我们怎么样也要清除一个独立的房间 那独立的房间 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长女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所以你知道那个房间呢 她还没有出生前 我们就开始整理 打扫 你知道房间要清出来 本来是堆东西的 要清出来 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呢 预备了一个 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 我都还可以看到那个样子 就门进去右边 就为她预备了一个婴儿床 然后那个婴儿床上面 所摆的那些娃娃也好 棉被也好 是甚何呢 不知道洗了多少次 消毒多少次 因为那新生儿嘛 就是预备这样 我还记得那一天 妞妞要接回来的时候呢 国宏那天也在 国宏呢 她就帮妞妞的这个床铺呢 旁边画了一些图 因为我们 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看来 就是说小朋友呢 眼睛虽然视力还没那么好 但是就是要微微地看了一些东西 所以就在她那个娃娃 就是小朋友躺的那个旁边 就围了国宏的图画 对不对 不是你的照片 对不对 我怕她眼前视力不好 就是都围了国宏画的图画 也没多厉害 因为那时候他们只能分辨黑跟白 所以她就是黑白的球 就类似这样子的 然后还写了一张什么 妞妞我们爱你啊 欢迎你 就类似这样子 为什么 你知道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 你如果看过电影 那个他们所精心的预备 就是这位良善的天父 当他创造世界 所有心里所想的事情 他把所有东西计划好 预备好 就是等待我们的出生 他在今年 当我们还没过今年的时候 我告诉你 天父已经在为你预备一个美好的一年 他已经在计划好了 他已经在想了 他已经运筹帷幄了 因为他叫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要得益出 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 你要相信你有一个良善的天父 他不是带来诅咒 带来生气 好像要惩罚你 所以你看好了 2020是你还债的一年 不是这样子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 他心里引领期盼 说我的孩子 听好 预备你自己 你要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年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要为你预备最美好的 你看罗马书说 神吉布爱惜自己的 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好不好 这一节一备 来 神吉布爱惜自己的 大声一点 为我们众人舍了 他连独生爱子耶稣 都愿意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舍了生命 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没有耶稣就没有我们 他连耶稣都愿意给了我们 圣经说 岂不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 请问万物包不包括健康 回答我 包不包括财富 包不包括学业 课业需要的聪明才智 包不包括你工作的业绩 包不包括 他说万物都一同 白白的赐给我们 相信了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耶稣 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 这位良善的天父 他的心里面 整个心里在创造的时候 在永恒的里面 他都在想什么事呢 就是他对我们有最完美的计划 写下来 他对我们有最完美的计划 我要给你看十一十二节 到底在发生什么 当他创造地跟这些菜书的时候 你看 地不只要生出青草来 还要有结种子的菜书 你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 把结种子圈起来 还有结果子的树木 把结果子圈起来 之后圣经说 各种其类果子 也都要包着核 核 有没有抉择 没有 把包着核圈起来 你知道当神在创造这些植物的时候 他不只是啪一下 所有全地的植物都长好了 你知道他还在长这些植物之前 他就已经计划好 因为这些植物还要包着核 还要带着果实 因为他们要生生不息地长下去 他不只今年要长 神已经计划好了 他的完美计划是 明年还要长 后年还要长 吃完了就会长 而且怎么种怎么长 这就是神完美的计划 在神心里想 我的孩子 他需要的不是一次吃到这些菜书 不是一次看到这些树木 他在创造的时候 他就想了 这些包着核的果实 这些结果子的树木 这些包着种子的菜树 是可以让我的孩子 深深不息地享受在我里面 一切的丰盛 耶稣说 我来了 不只是要的人得生命 还要得得更丰盛 这是神永恒里面 就已经设定好的计划 你知道他的计划 不是只是回应你一次祷告 他的计划是 一生都要成为 听你祷告的神 神一次一次地向我们显明 他所有的计划 只要说完 他就这样的成就 并且成就的 比你想象的更好 他说这一切都是甚好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 等一下我最后会讲 我们的眼光 因为这个世上被仇敌 被那些地上的神 弄瞎了我们眼睛 我们总觉得 哪有可能 我可以跟你讲 一百件事情 根本不是你完美的计划 你知道我发生的这些事吗 你知道我没有像别人 这么顺利吗 你知道我成长在一个 不幸福的家庭吗 你知道我父母的关系 有多不好吗 你知道每一天 仇敌都要提醒我们 我们有多糟糕 我们的天赋有多不良善 我们的上帝 对我们有多不好 他每一天想尽办法 想要提醒我们 他的计划不会达成的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很烂的 所有的世上的东西 都要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很糟糕 这些很不好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也是很糟糕 但是你有没有相信 那四十年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和创造 Amen吗 请问对于约瑟来讲 当他迈到埃及的时候 他是不是觉得很糟糕 但创世纪五十章说 你们的意思源是要害我 但是耶和华的意思要救我 对约瑟来讲 被吃到鱼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跟鱼的胃酸在一起 你觉得糟糕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这是上帝最完美的计划 哪有这么大的鱼 而且还把你吐到泥泥威威 那时候没有卫星导航 鱼就跟着导航到人民一位 请问当耶稣挂在木头上 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孽的时候 他在那边大喊说 我的神啊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一秒钟我们都觉得很糟糕 十字架原本是最羞辱的记号 但我告诉你 这却是神最完美的记号 你不要只相信 你眼睛所看见的世界 世界上的神告诉你 你有多糟糕 你的命有多苦 你现在所遇见的有多悲惨 但亲爱的朋友 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女 你有一位良善的天父 他对你的计划不会差错了 他会在最好的时间 最完美的时刻 给你最好的祝福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出 哈利路亚 大声音点哈利路亚 我们看起来都是不好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觉得是很糟糕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感觉我们所遇见的东西 不能使我们赞美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应该来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最应该来仰望他的良善的时候 因为他所有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在永恒 创世以来 就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有最完美的计划 朋友 弟兄姐妹 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想要告诉你 上帝对你新的一年 包括对你这一生 都有他最完美的计划 连法老的新刚硬都在上帝的计划里 连说你看见那些不公平 不公义的这些世界 上帝的手一介入 神都可以扭走 他会在最完美的计划里面 把你的未来命定 而且诞生 而且让你经历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 再一次拍手把荣耀背给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最后一件事情 这位良善又慈爱的救主 他整个在创造 这个所有的永恒里面 他想的就是 一心只想要赐福给你 这位良善的天父 一心只想要赐福给你 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七节 你就可以发现 他不只照着他的形象 造了我们 你有看到这个经文吗 他要赐福给我们 你把赐福这两个字圈起来 他要赐福给我们 他造了他的形象 造我们 你知道神造了他的形象 把我们生得跟他一样 难道是要整你吗 回答我 他把你生得跟他一样 难道是要整你吗 他把你生得跟他一样 表示他对他的自己的形象 非常有自信 他才要希望你跟他长得一样 所以看一下旁边那个 长得跟神的形象 很像的这个人 跟他说你要对自己 更有自信一点 来 他造了形象造了我们 而且怎么样 他要赐福给我们 并且他要给我们权柄 你有看到吗 他要我们治理这块土地 他一心就是想要赐福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居上不居下 做手不作为 听好 我们中间有人已经出社会的社情 他给你的 不是做一般般的员工 他给你的是要提升 成为一个管理的阶层 因为你的权柄 是要拿来治理这地的 如果我们中间有做父亲 做母亲的 听好 上帝不会给你一个乱糟糟的家庭 他会给你能力 给你权柄 让这个家在你的治理底下 成为和神心意的家庭 如果你是学生 我要告诉你 你的时间 你的规划 你的时间安排 不会是一团乱的时间规划 等一下我们要祷告 你像上帝要这个 他原本计划好 要给你的那个智慧 就是管理时间的智慧 今年我们中间做学生的 你要成为全班的里面 最会管理时间的人 最提早做准备的人 最快速而且最短的时间 做最大效益的这个功课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治理的权柄 赏赐给你 神整个心意就是想要祝福人 你有看见吗 他给了我们他的样式 他想要赐福给我们 他又给我们管理的权柄 并且他说我将遍地 做一切的东西 都要全部赐福给你 做你的食物 你刚听到荣生 传到奉献的信息 这位神 不只是给我们构用的神 他会让我们有余 还可以祝福别人的人 创世纪你读到亚伯拉罕 就是这样子被赐福 他说我要给你大福 我要给你大国 我要让你祝福 你的家要昌盛 而且万国 就是周围的人 凡是跟你有接触的人 都要因你得福 神这位良善的天父 一心一意想的是什么 就是想要祝福你 一心一意 就是想要把最完美的计划给你 一心一意 就是在你还没经历之前 就用祂的话语带领你突破 并且为你预备丰盛的一切 这三件事情 这个良善的天父 这三个事情 今天我要你牢牢记在心里 抄下来也好 打字也好 贴在你的书桌前也好 贴在你的学校的桌上也好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请你记得第一个 祂会为你有最好的预备 第二个 祂给你有最完美的计划 第三 祂一心一意就想要祝福你 Amen吗 相信了 再一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你出 好不好 Hallelujah Amen 来我们念以赛亚书33章16节 好不好 33章16节 弟兄来念好了 弟兄 我想一年开始 弟兄让我听见 我们父亲长弟兄刚强的声音 来弟兄请 相信的弟兄说Amen 今年你会居高处 你有耶和华成为你盘石的坚固堡垒 而且你的粮食 你的皮夹 你家里面的经济 必不缺乏 你们所需要的 必不断绝 姐妹们来念诗篇34篇第9节 姐妹大声的来宣告 来 佑华的顺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应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Amen吗 当你 我们来复习这三件事情 好不好 良善的天赋 所有的心里都在想哪三件事情 来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 第三 再一次好不好 我们就尽量把它背起来 第一个是什么 神为你 预备最好的 第二个 最完美的计划 第三 你知道 当我们专注 在神的良善 就是三件 美好了 他心里所想的事情 他会为你预备最好 他有最完美的计划 而且他一心就是想要赐福你 你知道当人 专注在他的良善 他是一个良善的天赋 这件事情 会发生什么 我给你看 伊甸圆 伊甸这个字 就是叫做快乐跟愉快的意思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园子 一个场所也好 一个环境 一个氛围 那个叫做快乐愉快的氛围 那个氛围里面 就是要我们属于他的百姓 刚刚我们念的经文 要属于他的百姓 专注在这个信念上 当我们什么时候 专注在我们有这位良善的天赋 什么时候 我们就活在愉快愉悦的伊甸圆 阿们 我再讲一次 注意听 我们什么时候 专注在定义寻求耶和华 而这位神是一位良善的天赋 这样的信息 不管你 今天早上 闹钟没响 晚起了 所以你重去坐车的时候 公车已经跑了 那一秒钟 你说神 我仍然要专注在你 良善的计划 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最好的一个神 你会帮助我 你知道那一秒钟 你就被他圈在一个 他为你预备的 伊甸圆当中 因为当你专注他的时候 你知道整个亚当跟夏娃 在还没堕落犯罪前 他所思所想 就是想这件事情 想什么 想 每天有这位良善的天赋 会在园子里 与我行走 与我共话 与我分享 分享他对我的旨意 可能坐在一头狮子 或者是一个公牛的身上 然后呢 再聊 我对你的计划 有多么美好的旨意 我为你预备 有多么好的一切 你这一生当中 我一心一意 就是想要 让你祝福 再加上祝福 祝福再加上祝福 你知道 亚当夏娃 在还没有堕落犯罪的时候 之前 每一天都是在想这件事 就是我有一个良善的事 祂是我良善的天赋 依靠祂的义无所缺 但问题就是出在 那一天 整个风云变色的那一天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 整个风云变色的那一天 出现了一个仇敌 也就是化作蛇 然后呢 那个仇敌的出现 注意听 仇敌的出现 祂最主要的意思 也不是叫祂吃什么果子 那个仇敌出现 最主要的 这个祂的target 就是祂那天的 最终的计划目标 就是要亚当跟夏娃 在他百分之百 想到神良善的当中 开始加入了一点点 有没有可能 神对你是不良善的 一滴水 只要一滴就好 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 神岂是真说 有没有发现 他也没有要否认 神说过东西 他也没有想要说 神说的是错的 他也没有想要让你 不要读经 不要祷告 不要聚会 不要参加小组 不要参加幸福小组的服饰 他从来也没有 他没有表达出这件事 他只表达一件事 就是当整个创造的里面 亚当跟夏娃 在那个神给他愉悦 又愉快的人生当中 也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你的生命 本来应该活在一个喜乐 跟愉快的人生当中 当仇敌进来之后 他没有想要做别的 但是他的目标 只要就是加入了一滴 只要你开始有一丁点觉得 神对我的计划 真那么好吗 他会不会是以为 第五节你看 他会不会是以为 如果我眼睛明亮了 我可能就如神一样 知道善恶 很多人 很多神学家就开始讨论 这个蛇的意思 是要把人 所有带到这个永恒的堕落 罪性进来 然后当然 这个罗马书也开始谈到 这个罪进入的这个世界 这些我想他们都谈得很好 但我只想告诉你 我的想法很简单 仇敌 就是想要把你带领 神原本 要赐福给你的 一点 而那个一点就是你的喜乐 就是你的平安 而怎么把你带离开 只需要 当你的思想 一不专注定义寻求神 和祂的良善 一秒钟 就离开所有的快跟心 开始进入到 取劳 缺乏 苦毒 害怕 恐惧的当中 你如果跟着读十章 你会知道 之后发生什么 天起了凉风 亚当跟夏娃 就躲在原子的树林里 是不是这样 你想想看 那个意念进来有多可怕 我讲一件事情 你们要知道 你们看我 那意念竟然有多可怕 就是他们不知道 过了多少愉快的年日 都从来不知道 自己赤身露体 对不对 就那个意念进来 居然发现 我们都没穿 我们这么羞耻 我们开始自卑了 我们开始躲藏了 那个分别善恶果 有这么大的power 那个能力强大到 你咬了一口 你就马上发现 自己又羞耻 又自卑 又想要藏起来 又无助 又害怕面对神 那个果实有这么power 其实我跟你讲 power的都不是果实 是当我们离开了 相信祂是良善的 天赋的意念 我们开始害怕进来 恐惧进来 担忧进来 躲藏进来 自卑感进来了 羞耻感进来 亲爱的朋友 父强弟兄姐妹听好 你原本的生命 应该活在一个愉快 又喜乐的伊甸园里 那是上帝对你最奇妙的计划 什么时候当你偏离了 这个神是我们良善的天赋 就这一秒钟而已 就只是百分百里面的一滴水而已 你开始相信 神真的真的这样子讲吗 神曾说 这个可以吃 不可以吃 不可以摸 免得你们死 其实我告诉你 你看 其实我告诉你的这个意念 不只是发生在你平常日子 告诉你 他有多靠近你 就是前二十分钟 当我在讲神 有多良善的三件事的时候 他都不断地在你心里说 真的吗 这么地靠近你 你不要以为这条蛇 这个仇敌的意念 好像只是写在 圣经里面的创世记而已 他每一天都想要把你带离开 你有一位良善的天赋 这个美好的想法 今天让我们这一年的开始 我不知道神 要我用多久的时间 多用力地传递这件事情 才可以从仇敌的那个蒙蔽里面 醒过来 但我已经决定 这一年的开始 只要我讲道的时候 或者我们其他的传道人 我们已经决定 我们尽我们所能 要不断地告诉你 不断地把你拉回到 神原本要你享受与他 在一起的愉悦愉快的一点 不要逃离他的统战 不要害怕了多长 不要让自卑感笼罩了 不要让你觉得 你羞耻 你不配 不要让这样的东西 0.1都不要在你里 等一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跟主说 主啊 今年 我想要沉浸在 你是我良善的神 这样的一年 不管仇敌怎么样攻击我 不管我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我在旷野里面 有多么辛苦 不管我在大鱼的肚子里面 有多么难熬 不管我卖到 波提法的家里面 在埃及做奴仆 不管我 甚至我像耶稣一样 经过这么大的羞辱 但我仍然 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说我仍然要仰望耶和华 我仍然要相信 我仍然要把这样的意念 赞满我 就是我有一位良善 有信实的天父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 拍手把荣耀归给他 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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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蛇来了 怀疑就来了 当怀疑来了 我们可能人还在伊甸园里面 但是愉快就离开了我们 喜乐就离开我们 担忧就笼罩我们 害怕就笼罩我们 当仇敌的意念进来 神的良善就不再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开始觉得 有没有会有的时候会觉得 神真的会替我祷告 祂真的良善 祂会不会只对那些某某的人 某某牧者比较好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我知道祂是良善 但是不一定 你知道从创世以来 仇敌的计划没有改变过 不一定这个想法 就是把我们带离开 祂的良善的计划 喜乐的原则 你知道吗 当你加入了仇敌的想法 当你的百分之百 相信神是良善的这个信念 与主在原则里面 享受密切的连结的那个关系 仇敌的想法一进来 神的良善 不再是你唯一所仰望的角度 那时候就是我们生命 离开专注在神良善的眼光的时候 难怪劳苦 愁烦 担忧 害怕 羞耻 那些没有自信 全部都笼藏 今天我要奉耶稣的名为你祷告 羞耻要离开你 自卑感要离开你 没有安全感要离开你 那种非神 不知道来自哪里的那种错误的信念 要离开你 害怕要离开你 担忧要离开你 恐惧要离开你 赤身露体的感觉要离开你 听好 你要与主享受在伊甸园 祂从创世以来 给你计划好最美好的光景 就是在2020年 拍手吧 荣耀归给你主要吧 复兴堂 让我们心醒过来 让我们苏醒过来 让我们从二者的蒙蔽里面苏醒 让我们专注 一秒钟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让我们当那些忧伤 当那些害怕 那些所有的事情笼罩我们的时候 一秒钟都不要让它停留 快快地再回到神的良善里面 读经也好 放音乐也好 祷告也好 你知道你跟主就在那个伊甸园里面 重新接连上线 仇敌就会逃跑 蛇就会溜走 祂最美好的心意就会来临 Amen 拜托把荣耀归给主 我跟你们分享 最后祷告之前我跟你们分享这几天 我的心情 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讲 你们知道礼拜四的晚上 我的新的频道出来 那其实半年前 GooTV就找我谈 GooTV就找我谈 因为整个GooTV他们的团队 他们整个大的团队 全部都是做这种传统电视媒体出来 他们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进入到网络 跟年轻化 他们找了很多的尝试 他最后半年前就找到我 问我 他说他们评估了很多的牧者 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长相吧 我也不知道 他们就说 谢谢 他们就说 这节目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们 有个新尝试 把全新的一个网络节目出来 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on在电视上 所以他们想说 要做一个不on电视 直接对网络讲 发声音的新的媒体 当然我也祷告 我也跟主说 其实我没有 第一个我没有 你们也知道我没有那么有空 第二个我也没有这么 这么说 就是没有这么习惯在镜头前 但我祷告主说 主啊如果这个是 这如果是一个宣教 你知道我们的心就是宣教 如果媒体也是一个宣教 你一定要与我同心 所以我半年前答应他们 其实这大半年 大概我没有我机会跟你们讲 我常常在拍这个节目 就像你们看到了 去街头访问 那所有的路人都是真的路人 所以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 问这些问题 他一问我背肌都凉了 你懂吗 就是有些人就是在跟你挑战 这样 他一问我心里就在方言道 告诉主啊我要怎么讲 怎么讲 他这么咄咄逼人 他应该受了很多伤 那当然感谢主啊 每一关也每一关 我们就过去 那我就要说礼拜四 当我们一上去的时候 真的很谢谢大家 我们所有的这些网络的平台 在他们的评估里面是非常成功的 现在应该已经 那个影片已经快要破万了观看 这是神的 这是神的 那我要讲什么 我从礼拜四晚上 其实我就掉到一个很大的失落当中 那个失落是在半年前 其实我已经想到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个性 天然人 如果你们听过我的故事 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做牧师 我怎么可能会想要在大家面前 然后最后今天还走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知道我这两天 每一个人讯息来都说 网红牧师 网红牧师 我看到这四个字 我真的很想把手机砸烂 但不行 因为我女儿要手机对不对 所以 我看到这四个字 我真的很反感 反感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想要这样子 你知道今天早上 当我 当我要 我十点有一个暗幕的聚会 要去我九点就先下来 把我吃祷告 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们都一样 我陷入到一个很深的低潮 那低潮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 就是很真实 我就一直流眼泪 然后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甚至我有时候 我也会有一些念头 我会觉得我的会友怎么看我 我的会友会支持我们做这些选招 我的会友会 会不会觉得 牧师好像只是想要做这些 那一秒钟 那种负面的东西就进了 我就 我就在哭 但你知道吗 就像我今天传讲的信息 当仇敌想要笼罩我们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最应该要跑向主的时候 我打开了我今天的美日式 打开我们要读的十章 就开始念 我愿念 愿读 我放着音乐 放着等一下我们要唱的这首歌 我就说神啊 你是信心的主 你对我有美好的结果 你会为我预备最好 而且你的职 一心就是想要祝福 我就一直在想这三个钟 因为我今天要转讲 可是今天早上 我就陷入到这么大的 幽谷当中 帮我在那边祷告 神就回我 一点一滴的 把我从那个黑暗里面拉起来 二者本来想要吞吃我 当我把 当我放音乐 当我读神的话 神就一点点回复 你知道我才可以勇敢的 上了车 去参加今天的安慰 中午再去跟我们的儿主老师 一起聚集 然后回到教会 跟爱人对讲章 刚好跟你们一起敬拜 然后勇敢的上来讲章 因为 我有一位良善的天主 我要 我有这么挣扎 要不要跟你们分享 其实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 我们都一样 连耶稣都会受到试探 仇敌就是想尽办法 想要说服我们 你的神不是良善的神 他的计划有错 他岂是真说过吗 你有没有听错他的感动 他会不会其实是在处罚你 是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呢 是不是你过去的那个做错的那个事情 是不是你对你父母的那些话语 现在你在承受这些惩罚 你知道他每一天都想要把你带到这样的思维里 因为一旦你偏离了 他是你良善的天父 你就离开伊甸 离开他美好的计划 亲爱父亲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我要鼓励 让我们来专注 这个唯一在我们心中不会改变的确据 就是我们有一两三的天 他向我们的旨意都是自平安的意念 他不是想要降灾祸的意念 他叫我们末后要有指望 他要帮助我们 他要带我们跨越新的一条道路 他在黑暗 混沌 冤灭的世界里面 他要说出有光就有光 他对牧师的生命有计划 他对你的人生也有最美好的计划 他是你的良善 天父 他是你一切供应的源头 他从创世以来 他想的就是你 他一直到今天 他还没有忘记你是他的儿女 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心思想要害你 他所思所想就是要搭救你 他要免得你的脚踏入到敌人的网络里面 朋友 仇敌想要带离开你 离开上帝是良善的计划 他想尽办法告诉你 你的父母不是一个好的父母 你的工作不是他最美好的安排 你的同学不是他最好的计划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团乱 都是一个糟糕 今天下午就在今年的开始 每一周的讲台 每一次的敬拜 每一次的祷告 我的责任就是要唤起你 你有一位良善的天父 他对你的旨意都是好的 他对你有最美好的安排 他在创世以来 心里想的都是你 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要结束 Dr.Rosen 罗森博士 有一天坐着火车要去赶一场演讲 金麦团你们都可以上来 Vocal也可以上来 罗森博士要赶一个演讲 所以坐在火车上 车上里面安静的车厢 他注意到有一个大概2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 坐立不安 慌慌张张 一下走前面 一下走后面 就在车厢里舵步 然后去不断的换一些空的位置 他可以看出来这个年轻人非常的骄躁 Dr.Rosen就去靠近他 想要问候他 甚至想要询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 这男孩子呢 一边捏着他的手指 一边焦虑地讲他的故事 他说其实 我以前就住在前面不远的镇上 我家的后院就是铁道 所以这班列车等一下会经过我家 他说真的 所以你要回家 他说不 三年前我跟我爸爸大吵了家 摔了门 那一天我就离开了家 这三年 我没有跟他们联络 但我过得不好 所以上个礼拜我就写信回去给我妈妈 我说妈妈 我想回家 可是 我知道我爸爸的个性 他不会原谅我 因为我那时候太冲动 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在心里面跟妈妈说 妈妈 如果爸爸真的愿意原谅我 可不可以在后院阳台里 挂一个白色的东西 那样火车经过我家里 如果你挂了一个白色的东西 我看到了 代表 我知道爸爸原谅你 如果没有 我就坐着这班火车继续了我家 所以他就转过去跟大德罗森说 他说罗森博士 我家快到了 但我不敢看 我不敢把眼睛睁开 我可以想想我爸爸有多神奇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有没有哪个屋子有挂 白色的东西 快到了 爸爸就很紧张地面 火车转个弯 就到了你的房子 知道吗 他的肉身大喊 孩子快张开眼睛看 他张开已经看到 几乎整个立派房子 全部每一家都挂着白色的桌巾 他爸爸妈妈请邻居都帮忙挂 因为怕他没看到 整个火车经过的那几间房子 全部挂满了白色 几号 他的肉身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二十岁的大男生 怎么快速的跑下火车 跑向家人的土上 那时候他看到他 看到那个白色的一些桌巾挂石的时候 这个小男生追焦颤抖 脸色发本 说爸爸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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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每一天 为你说过去所做的东西 控告你自己 你一次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失败 良善的天赋 连你的罪都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岂不把万物一同白白的死掉 今年的开始 不管你离上帝有多遥运 或许你曾经火热过 或许你曾经服侍过 或许你跟上帝曾经很靠近 就像伊甸园 亚当跟夏娃的日子 但是 这一阵子你可能跟他很遥远 连敬拜都没有兴致 心中的火热都失去了热情 仇敌在你里面 种下了很多那些负面的东西 就想把你带离开 但今天下午 一年的开始 好不好我鼓励你 跑向你的阿爸父 跑向天 跑向这位 不永远责备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慈爱的伤 他没有再生你的气 没有 他没有定你的罪 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 待我 他是你良善的 他对你的心意都是没事 你不想要注意